订阅关心YouTube 即时文法 智慧对开 受戒的时候 刚听闻戒施法语 心急开通 发最上广大之心 缘骗法戒 一切有情无情 惜怨断除一切罪恶 稀修一切善行 惜怨广度一切众生 叫上平五戒 你刚听到五戒 心声赞叹 欢喜就开通 发最广大最上之心 希望缘骗法戒 你怎么跟法戒众生结缘 你心生起来发这个心 就跟法戒众生 我愿一切的有情无情众生 都断断恶修善 你就跟这个法戒众生结缘 然后呢 都发愿广度一切众生 你刚听到五戒有这些 这个叫上平五戒 如果你有 你就知道你今天受的是上平五戒 你是上平五戒行者 如果正在受戒的时候 听戒施开导 一缘一切有情无情之境 但怨心不大 唯求自脱生死 全无度生之智者 得中平五戒 听到戒施在开导的时候 你也跟这个有情无情的缘 也有缘 但是 你根本那个怨心就不大 就是很小的 也没有真的想说要去弘法 要去饶意友情的 也不是想说 我受到五戒很好 那我的家人或一切友情 受五戒那不是也很好 都没有 全无度生的志向 这个叫中平五戒 还是有区分的 第三呢 就是下平五戒 下平是说 正受戒的时候 一听戒施开导 以性质狭烈 或以心意散乱 故知远近不周 但得戒相守持 你只知道 五戒不能杀生是什么 不能偷盗是什么 这个戒相 你听到了 记起来学好 你只能持在这个上面 没有发挥戒体的功用 得下平五戒 你守这五条戒 你得到这个戒体 对不对 它要发挥它的功能的 不是很僵化的绑手绑脚 我受到 好像车子刚才被人家撞一样 我受到 我这世人 我这辈子五件事情不能做了 一 二 三 四 五 这不行 那你完全没有得到剑体的功德 你受了这五戒 你要想它的功德利益 而且你要把它发心去自立利他 让所有人能得到这种利益 能得到这种解脱 所以你只是拘腻 就是只有持这个五戒的戒相 我都没有犯 你叫我不要杀 我没杀 不要偷到我 我没偷 就这样子 很僵化 下平五戒 你今天得到的到底是什么 那看你自己的发心 很重要 这个就是很重要 所以受戒的功德 有大有小就在这里 点选右下角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与直播通知